我说 你这个霍虎成舟的谷法 你说这万一要是失败了 你这不光是也 你的身体也完了 你不害怕呀你 不怕才怪呢 我一想到有一天 你们两个人一个个的 都是风云犹存 我已经成为了一个 干巴巴的小老太婆 谁要我违反自然规律呢 早生不就得了 我得认呢 你这想法太偏激了 四五十岁的女人 生孩子我见得多了 你这只不过有点不走运 唯一可惜的就是 她那些乱细胞 女人美不美 靠的是什么呀 就这个 你这一天排出十几个 一年的青春都没了 还不如给我呢 你还要啊 你有你那个小男朋友 还不够滋润 你现在你的样子 已经成了小萝莉了 我说你十八都嫌尽大 不解啊 嫉妒 我一直想问你啊 你跟你们家那小男生 还真认真了 当然要认真啊 你谈恋爱不认真啊 人活着就应该认真 她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你说 我如果这次给她送一个 老历事不会太老气吧 你疯了你 那好几万块钱 有你这么谈恋爱的吗 就你付出 她就知道享受 哪有这样呢 俗 真俗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真爱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爱 你到底图她什么呀 这就是我 跟你们俩的本质上的区别 为什么我年轻啊 因为我快乐 而你们呢 天天抱怨 越怨越老 好 我老 那你告诉我 我 那不用说了 你就是说一百句啊 你也掰不回来她 她不有钱吗 你就让她花 反正买快乐嘛 对吧 一帮老女人 越来越没共同女言了啊 是 以后那我们就不带着你玩了 你就找小姑娘去当闺蜜 好吧 她们懂个屁 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我不给她送礼物了 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整容啊 微整容 神仙病你 看看看看 看 怎么样 不错不错 像唱戏的 你说那一这样意思啊 这得多强大的荷尔蒙啊 让她精神患发成罪 是啊 看着她 我又好笑又陷了 我要像她那么旺盛就好 我就不跑医院来受罪了 要不你也找一年轻的 体验一把 我看这招戏 要不然这样吧 我觉得那个 咱们小区那健身中心的教练 也挺不错的 就她吧 就 这 这 这谁啊 那挺有型的那个 我告诉她这 勾引男家妇女 为了开除了我可 今天必超检测 暖炮生长情况不错 目前有五个暖炮生长 医生不是说 要八个到十二个吗 可能因为您的年龄有关 因为您的年龄比较大了 所以暖炮功能一些下降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 我们还可以继续用一些 粗排暖的药物 可能还会有新的暖炮生长 欢迎醒路 来个全体 来 我们自己看看啊 你好 那两个这个啊 差不多了吧 拿这么多 以前啊就是缺这个 我跟你说 你看这林军 减肥啊减肥啊 最后把雌性激素都减没了 我跟你说 这女人她就得实际一点 你说 这漂亮 漂亮管什么 当饭吃啊 林军这样 我跟你说 你有你的责任 你太惯着她呀 怎么让我惯着她 那她有她的原则 什么生命诚可贵 对 身材价格高 那我俩管得了啊 不是 这都结了婚了 又不搞对象了 估计那么多干嘛呀 再一个都快四十的人了 她那身材够好的了 你没听你姥姥说了 以前人家找老婆 就找那屁股大的 为什么 能生养啊 是不是 那你骂我年轻的时候 那也漂亮过 也苗条着呢 从生完你以后到现在 长了五六十斤了 我们不是也过得挺好吗 笑什么笑 你就惯着你老婆吧 我跟你说 老公 万一失败了 你不会怪我吧 别担心 医生说了 这手术啊 半个小时就出来 挺安全的 我觉得我就像是 一只待宰的鸡 就像那一乘雨 杀鸡取卵 别瞎打笔方 我媳妇可不是鸡 我真还有点害怕 别怕 一定会成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意思 生的 嗯 生的就是没有发育完全的 那17个都不能用 哦 不能用啊 怎么只有两个呢 怎么那么少啊 我上网查了说能有五到六个的呀 也就算那19个都是熟的 你也只能用一个呀 这事 我跟你讲 不在数呀 看质量 两个好 两个正好 不浪费啊 我明白了 都是我身体的问题 还是我身体的问题 没有 疼是吧 特疼吗 那你别忍他 我叫大夫去 许道理他就是 老疼肚子疼还是怎么回事啊 是 检查一下 好 好 这疼吗 这疼 对 徐大夫 这怎么回事啊 石油醋排卵的药物啊 对卵巢是有刺激 引起疼痛 它有点负水 不过不严重 那 那这怎么办呢 吃点白蛋白吧 另外多喝水 多上厕所 通过小便排出来 多吃一些高蛋白 还有冬瓜这些 淋尿的食物 好嘞 明白 好 来 回家好好休息 谢谢你徐大夫 谢谢啊 媳妇 听见了吗 多上几个厕所就好了 我给你倒点水喝现在 现在不喝 你说这肚子里本来水就多 还一个劲地让喝 那不是越喝越胀啊 不是 就得这么排大夫说的 要顺利的话 两三天就没事了 那又不顺利呢 您能不能让我顺利地想啊 我跟你说啊 邻居现在压力大 您可别说这么样的 受刺激了吧 我这这 我不是替他担心吗 我这儿 大方 那你说像这种情况 能顺利地那个按期 就怀上吗 反正缓解得好的话 应该没问题 但是大夫说他现在 那两个丸子也不是 特别稳定 不知道这胚胎 能不能培育成功呢 你不让我乱说 你又胡说八道是吧 我跟你说一定能成 是是 就当然希望他成了是吧 要不是最排瘦了 我给端上去 是啊 烫不烫 不烫 慢点啊 放 来 天哪 涨了两寸 你看二十二了 太恐怖了 肯定是连腹水出来了 等水肿消了就好了 来来来把这冬瓜汤喝了 回到家 不是喝了两大杯水了 怎么还要喝啊 你这得喝 这冬瓜沥尿的 你多喝点 然后多上几层厕所 你就好了 来 我多想吐 坚持一下 对 对 怎么了 怎么了 来来来 怎么了 怎么了 来来来来 我不看啊 俩一 俩一 你必输 看 你怎么就输了 全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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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再来再来 我不定了再来 快点 你怎么回事啊这人 带主 你干吗去 带主啊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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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受是吧 当然难受了 真后悔 我咱去毕业要把孩子生了 还不好 我不想再吃 我看你也心疼了 早知道这样 就来着点你 咱就不做这个了 真受罪 那汤还喝不喝 不喝 咱喝一点 不喝 别喝了 喂 老王 怎么了 行行 我马上过来啊 好嘞好嘞 来 你 出事 你先上床躺下 我去办个事 咱怎么了 ,哪一的事 老唐 你终于来,急死我了 哪一呢 还在里面审呢 我根本没见到人呢 也不知道打成什么呀 会不会拘留啊 不是,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 他就说了一两句 说被警察抓了 在这个排出所 然后就听见警察说 不是打电话 就把电话挂了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 他怎么打架啊 这不是他的风格 干这事啊 我跟你说 就被那个阿峰害了 你说他找什么人不好 非找个小混 不是,你手怎么了 没事,我刚才拉架的时候 可能撑着我 不是,你怎么回事 你,你怎么还打架啊 就是跟阿峰去喝酒 有个人走过来把我撞了 没道歉他就把人给揍了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老婆,你说他 不是,这阿峰是个小孩不懂事 你这年纪的怎么 你怎么不拦着他啊 我拦得住嘛 人家喝了酒了 每次都是不管不顾 那人家给人打得重不重啊 挺严重的 满脸都是血 直接送医院了 我们俩被拉过来露口供 问完我就让我走 把阿峰给扣累了了 说医院二十四小时 如果来电话说没事就放人 如果轻伤已上 就得行事拘留 怎么办呀这是 他活该 那小子自己惹的事啊 你出来就行了,甭管他 我不应该去医院看看那个人 这万一真有个好歹子 这事真闹大了 不是,阿姨啊 我们是冲你来的啊 那小子 他爱盼不盼 行行行行 你别这么大情绪 这什么时候了 你吃那边的醋 行行行 在哪个医院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们坐110直接就过来了 你不知道哪个医院怎么去看的 行行行行 这好别问了 要不这样 先回家 有什么事明儿再来说 走 不管了 那怎么管啊 你怎么管你在这儿处一宿啊 先回家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了 走走走走 来 喝口水定进身 瞬大眼睛吧 都空了 谁哭的 你怎么那么倒霉啊 就想出去开心一下 结果还闹那么大事啊 那,那阿姨 我跟你说啊 你跟那什么疯 阿疯那事 太疯,真的 林军断断续续跟我说过你们这事了 你,你是,你觉得跟他在一块挺好的 是吧 能找出青春的感觉 但你俩真的不合适 首先啊 这阿疯的性格 性格暴躁冲动 是不是 以前你们俩是为点屁事弄得天翻地覆 这我们都知道啊 这,这咱不说了 最重要的 他花你的钱 接受你昂贵的礼物 我跟你讲 这就不叫矮 你,你赶紧清清清清 我想不了那么多了啊 阿疯现在还关在里头呢 什么结果也不知道 先把事情摆平了再说吧 我说你怎么还惦记着他啊 这种人就不能沾 是抓是放都不要管了 趁此机会跟他一刀两断 他是在为你前妻打抱不平好吗 他那是见酒撒疯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阿姨,阿姨 他比你小 没错 但他也是一成年人 哪有这样的 一句话不对 我就给人打头破血流的 这种事就他自己要负责任 你就不要管了好不好 那他是不是因为我进去的 那那个人不管伤得轻还是重 是不是都得赔钱 阿峰哪有钱啊 我不管谁管啊 他没钱 他们家没钱啊 他没爸没妈 他是孤儿啊 对不对 让他们家赔啊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就是通知他们家 让他们家自己处理 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我不让他处理 你不知道他们家在哪儿 那你跟他好了那么久了 他比我小那么多 他不好意思跟他父母说 怎么着吧 这 阿姨,你觉得这种 这种情况还能继续吗 是 现在社会进步了 什么姐弟恋啊 异国恋 什么恋我们都接受 挺好的 但你最起码你得了解对方嘛 你你最最起码 你得知道人家在哪儿嘛 是不是 你这这点你都不清楚 人把你家全搬走了 你找到没地方找这人去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用吗 是哥们儿就帮我想办法 我这,派出所反正有办法 事要真是严重的话 自然找着他父母了 你啊,就别再烫着浑水了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 我说,娜姨啊 你怎么还不开窍啊 你听不懂我们说话还怎么着 啊,那个男孩 你必须跟他一刀两断了 他以后会越来越折腾 你会越陷越深的 我当初跟他好就是为了气你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丢死了 你们肯定特鄙视了 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有点恨铁不成钢 你怎么得谁都糊了 你怎么就不动动脑子呢 行了,他现在心里不好受 你就别再刺激他 我觉得趁这机会是吧 赶紧就跟他真的不适合 分了得了 那什么,林俊佳还作为手术呢 对了 我赶紧回去照顾他去 好吧 要我去陪他 行了吧,你这还需要别人陪你呢 那我先回去,好吧 你陪着他 别再说刺激他的话 好好好 那行,你走吧 这有我的 你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行行行 你赶紧帮他把这全摘了 你 你这过得叫什么日子 这是一成年人干的事吗 行行 这有我的 那你路上开箱吧 好吧 你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好好好 容大一 你说这些是我替你摘了 还是你自己摘啊 好,好,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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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摔 等你呢 怎么样了,那一 问他 那一 那一没什么事 就是那阿峰 喝多了招事 跟人打架 把人给打了 伤成什么样不知道 这小子先关牌尸所了 年轻的小伙子真是不省心 疯出事了吧 他俩趁着这个事赶快散了算了 就是不看好他们的路 是 我也劝了 听不进去 阿姨的个性你还不知道 变来变去的 这会跟他说好好的 他全答应了 转身就忘了 那这两天啊 你替我去陪陪他 他一个人待着肯定会很难受 我陪他 老同学嘛,是不是啊 也是老朋友 再说了 咱们家有急事的时候 他不也挺身而出帮咱们了吗 就不带成见了啊 我不是成见对他 我就瞧不上他这生活观 这都什么呀,靠谱嘛 快四十岁的女人了 成天瞎折扰 之前吃多少块,多少教训 一点没吸取 我跟他提他急都是白着急 这肚子看着好像是小点了是吧 躺着嘛,所以不显着肚子 你好,警察同志 我,我叫纳一 昨天在你们那儿做过笔录 对对对 我就想问一下那事怎么样了 那个人伤得怎么样 是吗 那,那那个李峰会不会判刑啊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吧 真的 好好好,谢谢,谢谢 谢谢啊 你吓死我了 干嘛呀,你在这儿 不是,这个邻居不放心 你说让我过来再看看你 你干嘛去 我刚给警察打了电话 警察说那个人伤得还不是很重 说阿峰可能今天上午就可以出来 不是,这,这,这 你还接他去啊 不是,昨天都话都白说了 你还跟他继续是吧 那,那我也不能不管人家 毕竟好过我也得有点人情味吧 那你就放心吧 你们昨天说的我都记住了 我,我真的跟他分 我这一夜都想完了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这墙上东西都扎干净了 那,那,那行 我去,去一下也好 见个面,对吧 到那边说清楚 好喝好算 行,那我,我陪,我陪你去吧 免,免得到时候他那什么 真正 行 来了,来了,来了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不听 阿峰 阿姨 你干 干嘛 妈,你干什么你 你干嘛呀 你干什么你 你别打他呀,妈 你还敢来勾引我儿子 你臭不要脸的 妈,你别打他 我打的就是他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不知羞耻啊 你把我儿子害得在这里蹲了一夜啊 你缺不缺德呀你 阿姨,您这话说的不对啊 我们都是大姨的朋友 你自己问你儿子 他穿着鞋,什么裤子,衣服,摩托车 哪工大姨给买的 你怎么还这么说话呀 所以呀 阿峰才会上这老女人的当 妈 你有几个臭钱 就觉得了不起了 就想霸占我儿子 那一 我告诉你没门 你才是老女人 行行行 那一 回来 阿峰 你给我滚家去 行了,别哭了 别哭了 那老太太你甭挺她的胡说八道 她也是气急了 她说的没错 我就是一个不要脸的老女人 对 对 对 那阿峰还是用了真心的 用了真心就没错 是吧 我这后悔当初没听你们的 太丢人了 被人家善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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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对不起他儿子 我对他挺好的 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呀 好难易 事过去了 已经都过去了 好不好 把这片翻过去 没那么容易 我真的伤得太深了 我心 心很疼 是 是 这事遇着肯定是难受 是吧 尤其以这种方式分手 各谁都受不了 但是但是我跟你讲 阿姨你 你还 还是有你的优势的 你知道吧 你看你 你抗抵打能力特别强 特自信 特勇敢 这事啪你一扛又过去了 又重新开始 再说你跟阿峰 你 你们俩 你体验了一把青春 青春了一回 你这也挺好的 青什么春呀 还没春几天呢 直接死了 这怎么就直接死了呢 又不缺格又不烧腿了 你看你这不站着好好的吗 还能走 而且领下你从这街上一走啊 绝对还是一大美女 回头里特勾 惊为天人 真的 行了 不哭了啊 别安慰我了 怎么叫自取其辱 真的太委屈了 行了 别哭了 人家街上都看着呢 保证我跟林军就我们俩知道 不跟别人说 好不好 你不就怕丢脸吗 到人家问起你就说 我跟那谁感情走到头了 没缘分了 我跟他提出分手就分了 不就完了吗 好不好 行了 回家 我送她 行了 别哭了 来啦 冬瓜汤加排骨 你说大姨多可怜哪 被人当众 在派出所门口打了一巴掌 这心里得多难受 我跟你讲 当时女士没看见那情形 相当的危急 阿峰她妈绝对练过功夫 啪就扑上来了 拦都拦不住 不过话说回来啊 咱当朋友都看不过去 这差十岁的姐弟练 那何况是人妈呢 差个两三岁还幸好 十岁是有点大 但是她现在肯定特别需要我 我不能去啊 这怎么办呢 没事 那阿姨是谁啊 打不死的小强 是不是 过了几天啪又好了 又带了一男的 特认真地说 说这个才是真爱的 你很了解她 行行 我不操心 我不想喝 天天喝都想吐了 歇会了 先不喝 这照什么呢 我觉得我好像变丑了 镜子的问题啊 挺好看的呀 没什么变化呀 我真担心 到时候不成功 孩子没怀上 我未老先衰 已经成老太婆了 不会呀 我跟你讲 在我心里 第一 你没有未老 第二 也没有先衰 真的 还是那么漂亮 迷人 好看 就算是 年纪稍微大一点 有点儿变老了 那我也喜欢你那个 充满了岁月沧桑的脸 就怕到时候你跑得比兔才快 跑什么呀 我跟你说 你这每一道皱纹里 都都是我的记忆 每一条沟壑中 你知道 都藏着我的故事 我怎么会跑呢 行 你记住 如果有一天你敢跑了 我就去整容 把你所有的记忆都给毁了 让你每天后悔去 你老威胁我呀 那行 我现在开始我加倍地爱你 加倍地疼你 我就当是提前保护我自己了 那好吧 看你表现不错 我不整容了 不是 这我下去 是林玉家吗 对 林玉的快递 她学校寄来呢 寄给你的 梁老师寄给你 她闺女结婚是不是 女儿早就结婚了 都有孩子来了 对 梁老师今婚庆语啊 今婚 今今婚是多少年 五十年哪 这真不容易 五十年听着都不容易 对呀 比我们岁数多大呢 我 我得去 我得去 你是梁老师 带了最后一个博士生吗 对呀 关门弟子 不行 我去之前我得做个美容 要不干脆直接去拉个皮 讨厌这是 别来打扰我 我 是我 娜姨 你来干什么 来告诉你一声 那件事结束了 赔了对方八千块 你的事跟我没关系 以后不用告诉我 以后不用告诉我 咱们已经结束了 我替我妈妈向你道歉 对不起 她不该那样说你 你妈妈说得一点也没错 咱们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既然已经结束了 就彼此忘了吧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些都是你送我的礼物 分手了 全都还你 你要么就留着 要么全给我扔了 留给我没有用 我哪儿还有脸在用啊 衣服鞋还有钱帮什么 我就不还了 管朋友借了笔钱 直接换你钱吧 你还真有出息啊 你这算什么呀 跟我算账呢 我不想欠你 你觉得这就不欠我了 我欠你一份感情 你的朋友都以为我 我想占你便宜 那时候 是有点小私心 你有钱 有那么爱我 能满足我很多需求 可我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只是为了这些 我真是挺爱你的 但那时候 我对你太不好了 总是让你生气 每次吵架我就想 你比我大那么多 凭什么不让着我 所以心里就觉得委屈 就忍不住想和你闹 到最后 还是 总是你在包容我 好 现在想想 我挺不业门的 太怎么着 我也是个男人 不该和你任性 对不起 这三个字应该我来说 你那么年轻 那么有活力 你不应该跟我在一起浪费青春 是我自私了 咱们从一开始就走不下去 不光是年龄问题 各个方面都不合适 所以你去找一个跟你般配的女孩吧 再找谁也不会比你对我更好的 虽然我们那时候 一直打疼闹闹 但我知道 你是真心对我好的 我说实话 我舍不得你 我现在就特后悔一件事 你能相爱的时候 没有好好爱你 想好好爱的时候 却没机会了 谢谢你这么说 这些天 我一直特别难受 自打见了你妈以后 我就堵得慌了 现在我叔叔多了 谢谢 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最美好的 我会永远祝福你的 只要你幸福我就开心 保重阿芳 保重 我走了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一 男一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你怎么哭了呀 没事 那个阿峰是不是来过 我们分手了 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永远都不会再见了 你那么难过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没有 他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你们都想错了 我说这阿峰可够能的啊 他全还给那一了 我也没料到 阿峰这事做得真帅 这下 那一彻底忘不了他了 你怎么听你这话 怎么那么醋溜溜的呢 甭管忘得了忘不了 反正你现在是有女朋友了 你知道吗 这事跟你没多的关系了 甭想了啊 这人哪 总是有点私心 我跟那一虽然离婚了 但是我还是想他心里啊 念着我的好 别人哪 最好都是过眼云烟 我告诉你啊 这话你千万别跟杨子清说啊 我早就练出来了 子清啊 总是逼着问我那一的事 还逼着我回答 到底更爱谁 你说我真是头疼 我是个不会装的人 现在愣被他逼的 我说瞎话都不眨眼睛了 你练出来了大哥 没辙呀 做男人难哪 瞧你那得便卖乖那样 你难 你难个屁啊你 你就跟我比一比 你说你 心里边有前妻 旁边站着小琴 这个一个离婚的老男人 你找了一个闺女辈的 这个女朋友 你再说我 有房 有车 有钱 有事业 就是没老婆 香了三十多回亲了 好不容易看着一苏珊 结果人心里还有别人 老天偏心眼啊 你是纯粹自己 把自己给耽误了 什么S身材C罩杯的 还有什么像天使般漂亮的脸蛋 那得多少钱才能养活呀 你这点银子啊 根本就不够 你还是降低点条件吧 我说话告诉你 天天看不顺眼 我宁可不娶 你知道吗 除非我跟你呀 找一年轻的 原来你小子眼哄我这个呀 你早说呀 这事啊 包在我身上 看她同学当中有没有合适的 给你划了一个 真的 真的 你们男人都够色的 原大头也想找小的 凭什么呀 我才不把闺蜜 往色狼嘴里送呢 这狼啊也分类 有些呢得谁色谁 有些呢一辈子只色你一个 这大头啊嘴上花 生活态度还是很严肃的 就像我一样 品质没得挑啊 你还挺会夸自己 实事求是嘛 又给我上政治课 常水 我爸妈知道咱们的事了 把我给骂了一顿 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大了 这还用问吗 你今年马上就三十九了 我妈四十五 你比她才小六岁 我妈坚决反对 不让我给你好了 不是 关键 关键是你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已经上了贼船 想什么都晚了 跟爸妈大吵了一家 他们特别生气 非要来找你聊聊 行啊 谈什么我都奉陪 我一定用我的真诚 打动他们 光嘴上说可不行 你得好好表现表现 怎么表现 你给个提示呗 我爸妈都是小地方的人 没见过什么大场面 你要尽量隆重一点 无论是从气势上 还是从招待规格上 都要让他们心服口服才行 让他们觉得 你人好 条件好 对我好 他们就放心了 没问题啊 你看啊 我从大头或者老唐那 把车借出来 请你父母吃最好的馆子 住最高级的宾馆 然后呢 我再准备两份厚礼 保证让他们挑不出我的毛病来 行 有你这话我就不怕了 不过你干吗要借车呀 你现在都是处长了 整天还骑个小电动 显得特没身份 要不咱们也买一辆 北京限购啊 得摇号啊 美金 把这事给忘了我 老婆 来 你没事喝点奶补补盖 你说孩子将来 不像你还是像我呢 我捏捏脚 像 像你啊 对吧 你长得漂亮 对不对 但我跟你讲 长相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智商 你看你智商有七七七七七 什么什么什么呀 一百 一百多吧 对吧 我智商也得奔一百 这加一块 这孩子两百多智商 是不是 将来不是一智者 就是一伟人 那书长说了 孩子按遗传学来说 要继承父母百分之五十的缺点的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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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啊 我想不出你有什么缺点 真的 其次呢 我还是想不出来你有什么缺点 但是我有缺点 我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我想不出来你有什么缺点 小老人气我呀 许医生啊 喂 许医生你好 真的 都成功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做移植手术啊 我们俩现在就有时间 那我们现在过来吧好吗 好 一会儿见 再见 怎么了 他说现在不能做移植 要公表谈谈谈 谈谈 移植前要对胚胎进行最后的诊断 选择最符合优生条件的植入母体 你们的胚胎可以用 不过质量刚刚合格 最好的是一级 你们的只有三级 那一共有几级啊 一共有四级 如果你们是四级的话 我就不建议你们做了 那这有什么区别 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是啊 根据有关数据 移植以后 后期胚胎 患上某些疾病的可能性 会比较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座试管受精而备的卵子中啊 平均有42%携带着基因变异 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呢 现在科学也发解释 还有的患者呢 胚胎质量虽然是一级 但是经过二次移植 都是到了十四天的时候 后期胚胎不发育了 最后导致失败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做个选择吧 是移植还是不移植 就算妊娠成功 胎儿也可能出现问题 要是这样的话 你们能接受吗 那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得低中海贫血 糖氏综合症 肌营养不良 这样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什么糖氏综合症是什么呀 就是俗称的痴呆儿 这么严重啊 那照您的意思 我们就应该放弃了 中文字幕——YK